公主少爷请看文 本文一更到底 大学同学死后第十年 我被拉进了一个群 群公告示 三十天后 欢迎大家回母校参加同学聚会 一起带上黑色玫瑰花出席 二试图离开这城市的人会死 三不来的人会死 四弄丢了玫瑰花的人会死 三十天后 刚好是审眉的十周年忌日 我拿起手机 看着莫名其妙的群 以为是哪个老同学的恶作剧 想打字问些什么 却发现全有都被禁言了 我点开黑色玫瑰的头像 无法添加对方为好友 点击退群 无法退出 这 这是什么科技手段 叮咚 门铃响起 我走出别墅 站在落地窗前看院子门口 这么晚了 还有人来 打开监控 高大的铁门口 地上放着一只黑色玫瑰花 请带上黑色玫瑰花出席 我想起那个群公告 滴滴 有人发来私信 我一看 是张浩那个老小子 也就他跟我还有联系 他也在群里 班长 那个群是怎么回事 你也收到那朵花了吗 是不是 他回来报仇了 他直接给我发了一连串语音 焦急不已 我捏了捏眉心 别乱想 可能是谁的恶作剧 我没太当回事 摆弄着珍藏版的茶具 冷静点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想了想 我还是打电话 叫阿姨把玫瑰花送了进来 忙碌的生活继续着 我的公司还有几个大单子要签 没空过度关注这些 全里再也没有动静 忙碌的精英们 都没把他当回事 十天后 张浩突然打电话给我 语气里满是惊恐 班长 不好了 不好了 李文死了 我皱了皱眉 努力从我的人脉库里 搜寻着这个人 李文怎么死的 他去进城出差 去机场的路上 被一辆大卡车当场撞死 据说头都掉了 飞了几十米高 这是第一个 因为要离开这个城市 死去的人 试图离开这个城市的人会死 也许是巧合 我安慰张浩 也安慰着自己 打开群一看 少了一个人 从21变成了20 少了死去的李文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 让我知道 这一切并不是巧合 群里又死了两个人 一个女同学 他爸爸在老家生了重病 吊着一口气想见他 他肯定要回去 可是 在他提着行李箱坐电梯时 电梯失控 直接从28楼坠落 他当场死亡 另一个男同学 他的女儿调皮 把那朵黑色玫瑰花拿去完了 后面估计就遗失了 他在家里洗澡时 触电身亡 群里的人数从21变成18 我心里烦躁起来 开车回别墅 把那朵黑色玫瑰花 放进了一个保险箱 将秘书帮我推掉了 他把车停在我家 专用的停车坪上 开始惊叹 我谦虚道 哪里哪里 大家都不错 说来也是 被拉进那群的人 如今都是各界的成功人士 晚上 我跟他喝着红酒 聊着往事 班长 要不 咱们报警吧 张浩的眼睛漆黑 一眨不眨的盯着我 我沉思片刻 摇了摇头 不行 报警的话 警察会重新调查十年前的事情 张浩抿了一口酒 笑起来 也是 的确会有麻烦 毕竟 沈梅的死 跟咱们脱步 住口 我一改往任老好人的形象 呵斥住他后面的话 沈梅 就是十年前我们死去的老同学 那是一个如玫瑰花一样 娇艳明媚的女孩子 接下来的几天 群里没有再少人 这也意味着没有人死去 我每次忙完了回别墅 都能看见张浩在打电话 似乎是在联系群里那些人 也罢 他读书的时候 就是一个社交狂魔 第二天 我在别墅里看到了一个娇小的身影 我前女友 沈月 他也在群里 但是 从大学毕业后 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许诺 是张浩叫我来的 因为我看到那群 还有死去的人 我太害怕了 你别多想 他露出了可怜巴巴的表 请 是我熟悉又陌生的模样 别墅房间多 多养一个人几天而已 我无所谓的摇了摇头 很快 到了回母校聚会的日子 可是 出发前 我的保险箱不见了 装着那朵黑色玫瑰花的保险箱 马上要出发 已经来不及调取监控 我看着张浩那张讨好的脸 还有沈月温柔的笑 如坠冰枯 有人在设计我 想让我死 班长 你怎么了 见我面色难看 张浩关切的问我 我恶狠狠的扫了他们一眼 我的花不见了 装在那个保险箱里的 这个怎么办 沈月也激动起来 我咬了咬牙 先出发吧 去也是死 不去也是死 不如去探个究竟 我们三个人朝停车坪走去 忽然 一道阴影猛的砸下 走在最后面的张浩 发出一声短促的痛呼声 便在没有了动静 血腥味弥漫开来 我扭头看去 一根粗大的路灯杆子倒了下来 正好砸在张浩身上 他脑袋开瓢 当场死亡 别墅的安保快速跑来 报警 我倒退了两步 死的人本该是我 许诺 你该感谢我 昨晚 张浩偷走了你的保险箱 幸好 我提前发现了 在保险箱里换上他的玫瑰 所以 他丢进龙墓烧毁的 是他自己的花 沈月求夸奖 一般的笑了起来 眉眼弯弯 顺手从大包里掏出两朵花 一朵递给了我 群里还剩十七个人 包括群主 我和沈月回到了母校 现在是暑假期间 学校没有人 奇怪的是 校门开着 居然也没有保安 因为目睹了张浩的死 我的心情有些沉重 死去的四个人 都对沈月做过很过分的事情吧 许诺 你说下一个是谁 沈月轻声问我 令我的胳膊泛起一层鸡皮疙瘩 这就是一场复仇 今天 是沈梅的忌日 我们到教室的时候 里面坐满了人 鼓起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黑色玫瑰头像出现 群消息来了 欢迎16位同学 准时参加今年的同学聚会 接下来 让我们玩一个真心话的游戏吧 每位同学说 一个自己在大学期间 对沈月做过的恶 由其他人举手投票 错误最轻的那个人 将会死 一不要说谎 二不要试图离开 三不要扰乱游戏秩序 真是可怕 既要说真心话 又要说最重的错 还要由其他人探觉 排在最末尾的那个人 就是错误最轻的人 还得付出生命的代价 谁不是有头有脸的人 这下 都要捡着最重的错误说 这样考验人性 这个黑色玫瑰头像 究竟是谁 我不玩 我不玩 我要回家 一个售后样的男人 突然站了起来 疯狂地朝教室外面跑去 他刚跑出教室门 就传来痛苦的嘶叫声 喉咙像是被什么扼住 我们急忙追到门口去看 只见他扭曲着身体 跪在走廊上 双手死死的掐住自己的咽喉 眼珠子瞪着 竟然活生生的把自己掐死了 就这样不管售后了吗 回到教室 有个农内大眼的男人 不悦地质问我们 沈月凑近我说 这个男的叫黄敏安 我想起来了 沈没死后不久 他没有读完 去当兵了 果然是一身正气 沈月微微笑了起来 我撇了撇嘴角 如果真的正义 自己去把售后抱回来就行了 牛高马大的 怕什么 伪君子 没人搭理他 他也信信地收了声 有人提议 许诺是班长 如今又混得风生水起 还是从他先开始吧 说话这女人叫吴畔 以前读大学时追过我 现在还是一脸讨好的看着我 让我第一个上去送死 还以为是给我脸呢 蠢货 大家都没有意义 我只能硬着头皮走上讲台 认真的回忆起 我和沈没的交集 嗯 我 我没有见沈没最后一面 他自杀之前 给我发过一条信息 给我见面 我没去 想到那件事 我心里堵得慌 这的确是我能想到的 对沈没犯下的最大的错误 不过 十年前那天 我去见了他 我是不是就能发现他的不对劲 就下他呢 说完之后 下面的人几乎全部举起了手 看来 他们也觉得 我罪不可恕 接下来的人 采取自愿原则上台 大家还算有秩序 有人在台上痛哭流涕 对不起 我打过他几巴掌 有人忏悔 我 我嘲讽过他 孤立过他 有人发抖 我开了小号 在网上说他的坏话 暴露了他的电话 轮到黄明安时 他迸发的肌肉 充满了力量感 他不屑一顾的开口 他追求我 我没答应 我皱眉 滴滴 手机响起 黄明安慌了起来 大喊道 我说错了 我也打过他 身体的变化依旧没有停止 他慌不择言 哭了起来 我错了 我错了 我摸过他 我想侵犯他 底下一片沉默 可能因为他一开始说谎了 后面即使说了真话 也阻止不了死亡的来临 幕后之人 剥夺了他最在意的东西 强壮 力量 身体 黄明安死了 有了他的前车之剑 没有人敢说谎 陆陆续续说完之后 吴盼上台 他在发抖 那个谣言 是我传的 说他被人包养 我皱了皱眉 这个行为确实过分 也是杀死沈梅最重要的一环之一 我举手投了他一票 最后一个上台的 是沈月 他黑长直的头发无比温柔 声音清脆 是我把他约上天台的 沈梅跳下去的那个天台 机票 居然有四个人的票一样 为了垫底 他们惊恐的睁大了眼睛 来不及求饶 一瞬间 四个人的脸上密密麻麻的爬满了窗疤 他们倒在地上哀号 忍不住伸手去挠 已经辨别不出原来的长相 我听见沈月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口舌叶 我没太听懂 也没有追问 许久之后 哀号消失 他们对活生生地痛死了 教室里散发着奇怪的味道 有血腥味 有湿臭味 甚至 有尿骚味 没有人敢发出声音 捂着嘴沉默地哭着 有人甚至吓晕了过去 我打开手机 男人这种氛围 想报警 可是手机屏幕上 突然出现了一行字 扰乱游戏秩序的人 成了一个定时炸弹 我们生怕他响起来 从前都是低头一足 现在却都把他放在客桌上 恨不得离他远远的 大多数人都是十年未见 可是这一番生死下来 已经没有人有力气 却寒暄了 空气里死亡的味道 几乎能把人逼疯 终于 有人受不了了 哼 一声巨响 有人拍桌而起 是个胖胖的男人 头顶已经凸了一块 大肤贫贫 他手上戴着一块金表 短粗的脖子上挂着一个 拇指粗的金链子 胖男人激动的满脸通红 有人吃笑出声 想受美人恩的时候不说 出人命的时候不说 现在自己要死了 知道怕了 说这话的是个三脚眼男人 一脸嘲讽 胖男人气急败坏 似乎被人踩住了痛脚 抓起凳子 就想砸三脚眼 有人按住了他的手 居然是沈月 他娇小的身材 努力的攀附着胖男人的手 笑得温柔可亲 你们忘了吗 扰乱游戏秩序 是要接受惩罚的 想到死状可怖的那几个人 胖男人放下了凳子 深深地看了沈月一眼 狐狸精一旁传来一声唾骂 无叛不屑地对沈月催了一口 沈月毫不在意 我把眼前一目目静收眼底 观察着众人的神态 试图找出可疑的人 那个群主 也许就藏在我们中间 游戏还没有结束 群消息再次出现 恭喜第一轮真心话的胜利者 接下来 游戏继续 请大家自行组队 两两一组 互相指出 对方在沈梅身上犯下的恶 谁先说不出 谁输 谁死 一不要说谎 二不要试图离开 三不要扰乱游戏秩序 我一屁股呆坐在凳子上 冷汗淋漓 按掉这个规则 一轮游戏下来 十一个人 只能活一半 出去群主 也就是活五个人 我简直要疯了 好像脖子上悬了一把刀 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 看着眼前乱成一锅舟的老同学们 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 十年前 我名利双收 十年后 我风生水起 我怎么可以死在这里呢 这一轮 选择一个对的人很重要 我知道谁的秘密最多 就对我越有利 我的目光落在了沈岳身上 恰好 他柔情似水的眼睛也盯着我 很快 大家都选好了对手 一对一的上台 大家都没有动静 我作为曾经的班长 自然是以身作则 和我的对手 朱长 一起走上了讲台 是的 我没有选择沈岳 我选择了我曾经的大学室友 朱长 面前的男人 曾经和我称兄道弟 十年过去 我们默契地断了联系 他也变了模样 他是我们宿舍的排行 我是老大 他是老三 但是 我们今天 就要乐言相向 你死我活 黑色玫瑰头像 简直其心可诛 两个男人的目光交汇 近在不言中 我们必须决出胜负 老大 你是班长 性格温和 做事稳重 顾全大局 老三竟然夸起我来 可话音一转 但是 你也是个虚伪的人 我们在宿舍议问女孩子 议问沈梅 你从来不会制止 你怕得罪我们 我没有她那么多话 我直接说 你每天拿着沈梅的照片 你传播沈梅的视频 我咬牙回忆 你突爱沈梅 老三宁笑起来 我深吸一口气 沈梅的视频 是你拍的 老三慌乱起来 他眯着眼睛 努力回想着 最后开始编造起来 你把沈梅肚子弄大了 你撒谎了 我打断他 冷冷到 侵犯沈梅的那伙人里面 有你 教室里的白赤灯 突然一闪一闪起来 外面的天色 不知什么时候暗了 夏天的晚风 竟然带着一股阴冷 朱长愣住了 他再也说不出话来 只是颤抖着手 指着我 他输了 我松了一口气 看着他缓缓地蹲下去 捂住了下身 隆重的鲜血流了出来 我们就眼睁睁地 看着朱长死在了面前 毫无办法 先前那个胖男人 已经在位子上抖了起来 这份罪恶 他也参与了 胖男人和三脚眼一组 从前明亮的教室 现在仿佛变成了一个审判场 对那个可怜女孩子的罪行 我们庆祝难输 三脚眼看着胖男人 狠狠地吐了一口 有几个臭钱了不起啊 当年 你就仗着你爹胎的养殖场 一夜暴富了 天天为非作歹 追不到人家 沈梅就恼羞成怒 对了 你还追过班长吧 可惜人家跟沈梅双生花一样 怎么会看得上你 这句话说完 教室里忽然诡异地安静了下来 三脚眼男人也仿佛意识到 自己说什么不得了的话 捂着嘴 惊讶地看向了我 他怀疑自己的记忆出现了问题 班长 是我 可是 我是男人 我怎么会跟沈梅双生花 胖男人又怎么可能追过我呢 他们渐渐地 要发现事情真相吗 我妈撒着手指 眯着眼睛笑起来 事情越来越有趣了 闭嘴 老子怎么可能喜欢男人 我有钱说我爹有本事 有种你也变成富二代 胖男人面红耳痴地狡辫着 三脚眼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反尘相机 所以 你也承认了 你花钱买通同学 一起欺负沈梅 得不到 你就毁了他 胖男人同龄大的 眼睛死死瞪着三脚眼 江磊 你说话这样冠冕堂皇 当年 你看着沈梅被欺负 被杀死 你做了什么 你什么都没做 你是个懦夫 你帮我们按住了他的手脚 你帮我们撕开了他的衣服 就在这个教室 因为我给了你三万块封口费 一个花季女孩的命 就值三万块 三脚眼被拆穿 却不急不恼 陈金山 你那么有钱 沈梅的爸妈过来要个结果时 你们家宁可花几十万元收买辅导员 也不愿意给老两口一分钱 独生女啊 你们真是黑心 胖男人急了起来 他想不起关于三脚眼男人江磊的更多事情 伴随着教室里诡异的安静 胖男人也死了 那个拇指粗的金项链 勒断了他的脖子 他的脸油红辫子 最后 他那颗丑陋的脑袋 和肥胖的身体分了家 活活勒掉脑袋啊 用他最喜欢的金钱 我看着他的死状 我想 此刻我脸上 一定是古怪的笑容吧 对呀 沈梅可是独生女 这后一对是沈梅和吴畔 沈梅还是那副清新脱俗的模样 吴畔却慌万不已 你嫉妒沈梅 所以你传播了许多他的谣言 你把他当成阻挡你追求许诺的绊脚石 沈梅似笑非笑的先开口 吴畔立马想要回应 你 可是 他拧了半天 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很奇怪 沈梅好像真的没有对沈梅做过什么 除了他自己说的 他把沈梅约上了天台 然后沈梅从那里跳了下去 沈梅继续说 他们之所以能对沈梅 做出那种禽兽不如的事情 是你给沈梅下了药 吴畔慌了 拼命摇头 沈梅把你当朋友 你害了他 沈梅气定沈险 不 不 我没有 吴畔疯了一样 急忙否认 忽然间 他猛的抬头 瞪大眼睛 死死的盯着沈梅 他的眼珠子几乎都要瞪出来了 他疯狂大笑 沈梅 你别装了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你原来不叫沈梅 你叫顾龟 顾龟 这个名字的出现 让我的头剧烈疼痛起来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我的前女友 我跟沈梅曾经有过交谈 我记得她跟我说过 她有个同父异母的妹妹 就叫顾龟 可是 在三角眼的嘴里 沈梅是独生女 当一个游戏产生悖论的时候 也许 这个游戏本身就存在问题 是啊 莫名其妙被拉进诡异的同学群 当年的凶手一个接一个死去 肯定是沈梅回来报仇了 可是 世界上怎么可能真的有鬼呢 鬼在人的心里 我努力摇了摇头 吴畔好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指着沈梅 尖叫起来 我们余下的四个人 愣愣地看着这两个女人 他们只能活一个 深吸了一口气 沈梅很遗憾地冲吴畔微笑 抱歉 你撒谎了 我的确叫顾龟 也的确是沈梅的妹妹 但是 我不是凶手 吴畔触犯了游戏规则 为了活命 他编造了谎言 他死了 咬舌自尽 蹊跷流血 口舌也过重 这样的死法 很符合 但是很显然 这并不是他自己的意愿 依旧是那个诡异的黑色玫瑰头像 操控着我们 群里还有六个人 包括群主 余下的五个人 分别是我许诺 沈月 三角眼江磊 赵子豪 李某某 我没来得及问沈月顾龟 这个身份的事情 群消息再次响起来 夜色深沉 白赤灯突然又一闪一闪起来 手机屏幕也泛着诡异的光 恭喜第二轮游戏的胜利者 接下来 游戏继续 这轮游戏很简单 大家做成一列 每个人给身后的人写一句话 最后的那个人得第一个写 看完这句话之后 大家开始投票 投出群主 只有一次机会哦 投对了火 投错了死 得票最多的人也会死哦 一 不要说谎 二不要试图离开 三不要扰乱游戏秩序 这是什么奇葩规则 这一轮 我们岂不是要全军覆没 如此可怕的情况里 沈月走到了我面前第一个位置坐下 冲我笑了笑 有趣吗 前男友 我盯着他 依旧温柔的眉眼 好整以侠的勾唇一笑 挺有趣的 他一脸温柔的笑容 趴在我耳边低语 冷峻无比 我们都有罪 但是班长大人 你罪孽深重 我弯了弯嘴角的弧度 不去看他心红的眼 沈月做第一个 我做在第二个 三角眼江磊做在第三个 赵子豪第四个 李梦梦第五个 这一轮游戏 考验的是什么呢 信任 我们五个人之间 有信任吗 我盯着沈月的后脑勺 看他在纸上奋笔记书 装得挺像 我也开始写了起来 我应该写一句什么 让后面的江磊相信我 不要投我呢 可是 我为什么要让他不投我 我知道 我不是群主 他投了我 就意味着他投错了 他得死 我希望他死 或者说 我希望他们都死 不一会 沈月递了一张纸给我 李梦梦是群主 他的后脑梗上 有一颗红纸审霉 也有他被审霉附身了 既然只能写一句话嘛 那当然不能用雕点符号 我也把我写的东西给了江磊 看过纸条之后 开始投票 每个人在纸上 写上群主的名字 我看着沈月精致的发丝 皱紧了眉 我到底 该不该信他呢 我这个曾经的前女友 真的是让我颠覆了认知啊 只要写错 这几乎是一个必死的局 我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终于 我写下了李梦梦三个字 这个从头至尾 没有什么存在感的女人 戴着一副巨大的黑矿眼镜 沉闷且长的刘海 遮盖了她的眉眼 我竟然想不起来 这个人的模样 我们大学期间 有过这样一个同学吗 时间过得很漫长 数据尸体陈裂 大夏天的 空气里弥漫着恶心的味道 第一 手机响起 意味着结果出来了 有人会死去 那个群主也即将露出真面目 那个我不太熟悉的赵子豪死了 她的眼珠子直接炸开 嘴巴烂掉 脱落 她曾经 用这双眼睛 这张嘴巴 如何伤害过沈梅呢 也许是在她饱受伤害之后 嘲讽她 沈梅 你怎么不去死啊 我们怎么不欺负别人 就欺负你 肯定是你自己有问题啊 江雷也死了 她的双手断裂 四肢慢慢脱落 活生生变成了人棍 这是她曾经袖手旁观 沈梅被轮流凌辱 甚至参与了校园霸凌的结果吗 我想起了我给她写的纸条 不是我 但是我怀疑是沈梅 我打算写她 她果然写了我的名字 许诺 江雷一直是个刚愎自用的人 明明和沈梅一样 出身贫寒 却企图通过欺负她 加入我们这个上层圈子 明明其貌不扬 却自命清高 她根本不会信我的话 我早就知道了 我笑了起来 如今 就剩下我 沈梅 还有李梦梦 我写的是李梦梦 我没死 所以 不对了 可是 群里还剩四个人 包括群主 后排忽然传来凳子翻倒的声音 我扭头看去 只见李梦梦站了起来 我这才注意到她的古怪 分明是大热天的晚上 她却穿着长衣 长裤 还披着一件黑色的长风衣 长长的头发 遮住了她的脸 显得一样无比 她静止地冲了过来 从我的手上 夺走了沈梦给我写的那张纸条 我不经意间触碰到她的手 一片冰寒 又冷又硬 她快速扫射了一眼纸条 露出一个怪异的笑容 沈梦 你这是对她怜香惜玉吗 嘶哑难听的声音 像是枯萎的树枝划过脸颊 咱们班达有什么李梦梦啊 我攥紧拳头 不知道她用了什么障眼法 欺骗了我们所有人 所以 真的是沈梅的鬼回来复仇了吗 我开始瑟瑟发抖 沈梦也站起身来 冲我歉意的一笑 对不起啊 许诺 你们害死了沈梅 她是我姐姐 我必须给她报仇啊 我看着李梦梦转过身去 她后果梗那颗红枝 果然闪着诡异的光 你们计划了多久 我强忍着恐惧 或使自己镇定下来 多久 可能也就十年吧 毕竟 我去替国学了十年的欲魂之术 沈梦垂下眉眼 显出几分脆弱 二十一沈梦 我叫沈梦 沈梦之花 身子挺拔 容貌娇艳 学习成绩优异 而我 就像是她的根屁虫 我以她为榜样 她是我的骄傲 可是 姐姐上了大学之后 突然就变了 像是一朵娇艳的话 突然的枯萎 每次她回家 我都能看见 她身上纵横交错的伤痕 那一年 姐姐连挂树科 留级 这个时候 我才知道 原来 我的姐姐 在大学过着地狱一般的生活 她被孤立 被欺负 被侮辱 被造谣 她的前途 于是隐瞒了她的死 二十二审月 姐姐不知道为什么 从一个自信张扬的人 变成了弃弱不堪的性格 当我知道她的事情之后 我心痛不已 她不准我报复 她怕我被他们伤害 这些有钱有势人家的孩子 我们怎么斗得过呀 她真的好善良 也好隐忍 这样好的一个人 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被欺负的呢 起初 是上一届的学姐 学长欺负她 姐姐留级后 下一届生上来的学弟 学妹 也继承了这个恶心的传承 他们就像是 找到了一个玩具 肆意地玩弄她的身心和灵魂 这就是最后 逼死了我姐姐的那些人 许诺 张浩 李文 苏厚 朔侯 黄明安 朱厂 陈大山 吴畔 赵子豪 江磊 等等 他们造谣她 他们把她堵在厕所拍照 拍视频 他们以虐待她为乐 他们让她感染了疾病 他们侵犯了她 他们见死不救 他们沉默寡言 他们全都该死 二十三审月 那天 我把姐姐约上了天台 那是我跟她经常见面吹吹风 透透气的地方 我告诉她 姐姐 我受不了他们这样对你 我要去报警 姐姐哭了 她死死拉住我的手 她用满是伤痕的手 给我擦去眼泪 小龟 我们斗不过他们 爸爸妈妈还要在这个城市生活 你还有那么长的未来 我已经毁了 我求她 姐姐 别怕 我会保护你的 可是 我看着姐姐破碎的表情 我知道 她自己对人生彻底失去了信心 失去了希望 她被欺负的一句话不敢说 不敢反抗 最后 姐姐还是跳了下去 在我眼前 玫瑰染成了血红色 她死了 二十四沈月 父母悲痛欲绝 我改了名 继承沈家香火 毕业之后 我去了替国 拜师学艺 苦学十年 终有所成 把姐姐的怨魂招了回来 她就是如今的李梦梦 我养了她十年生魂 我知道 她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沈梅了 可是 我太想她了 我想带她一起报仇 我教唆她 利用鬼的能力 还有我的遇鬼之术 建了裙 杀了那些刽子手 李梦梦的却是这个群的群主 她也的确是姐姐的鬼魂 二十五沈月 我看着许诺惨白的脸 快为了笑了起来 曾经 我可能确实爱过她 可是 我没有想到 她也是其中的一个凶手 甚至是 最重要的那一个 许诺 你知道为什么你能活到最后吗 我看着许诺摇头 好心的给她解释 你罪孽最深啊 我姐姐把你当作光 可你倒好 从来没有保护过她 许诺 你还记得 你是怎么有今天这个地位的吗 警察来调查的那天 你接受了辅导员的劝说 为了保颜名额 闭上你的嘴 你甚至还劝说那些同学 跟你一起 接受名额 保持沉默 不要出声 全力的你们 十年前 要么得到了封口费 要么得到了保送名额 十年后 摇身一变 都变成了精英 可是 我死去的姐姐呢 她怎么办 许诺 你知道吗 你才是最可恨的那人 正好当年明立要报警 明立要说出真相 是你阻止了她 她就是你的走狗 你带着他们录制了一个视频 公布在网上 说是我姐姐自己的 为人处事有问题 真不错啊 网友们都信了 他们去网报我死去的姐姐 说她活该 我畅快的 吐着压抑了十年的 话 看许诺脸色巨变 看她低垂着眉眼 我终于要报仇了 我示意里懵懵杀了她 突然 许诺出声了 沈月 你的姐姐死了 你很痛苦吧 十年筹划 大仇的报 你现在很畅快吧 你终于明白我的感受了吗 杀人凶手 很好 收工 中场休息一下 场地打板 大灯打开 空荡荡的摄影棚里 瞬间明亮起来 隐藏在各个角落的摄像机 露出了庐山珍面目 来来往往的工作人员 忙碌地奔跑着 几十个休眠舱放在棚里 犯着诡异的光 有个落腮虎朝我跑来 许总 辛苦您了 亲自上阵 我捶了捶脑袋 从休眠舱里坐起来 让自己快速清醒 我想起来了 这里是2032年 我是许诺 沈梅是我的女朋友 十年前 她死了 我花费十年心血 赤了巨资 组建了全球顶尖团队 终于研究出了直播休眠舱 这是我精心打造的一场 全球审判直播 我要为审妹报仇 休眠舱里 那些本该死去的人 比如张浩 李文 吴盼等人 其实都只是陷入了沉睡 他们没有死 一切都不过是高科技手段的幻影 可是 那些罪恶 却是真实发生过的 此时的沈月和李梦梦 在他们的休眠舱里 他们的身体和意识 都处于冷冻状态 我的感受吗 杀人凶手 我忽然出声 是你把沈梅推下天台的 情绪还在激动 还在诉说 如何爱姐姐沈梅的沈月 忽然陷入了争中 你胡说 沈月颤抖起来 疯狂惦解 我才没有 我不会伤害姐姐的 可是 沈梅不是你姐姐啊 我长叹一口气 这个世界上 从来就没有故规 这只是我在休眠舱上给的设定 我特意给沈月加了一点元素 让她以亲人的身份 看沈梅死去 体会我曾经的痛苦 让她以亲人的身份 去给自己在意的人报仇血恨 体会我的感受 罪犯之所以是罪犯 暴力之所以产生 是因为他们自己不疼 如果 他们疼了呢 他们变成了受害者的家人了呢 他们亲眼看见自己 爱的人被欺负 被折磨 被害死呢 他们一定想报仇吧 一定想杀了所有凶手吧 最后发现 原来 他们自己就是凶手啊 所谓报仇 不过一场净花水月 多有趣 沈月眼神里的光 一点点涣散 又慢慢凝聚 很久之后 她终于看向我 彻底清醒 满脸惊恐 你 你到底是谁 我点了一根烟 哈哈大笑 好久不见啊 沈月 班长 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是沈梅的男朋友 许诺 但是 我不是他们认知中的许诺 我并不是他们的同班同学 从前 我跟他们可能素不相识 一切都是修炼仓的设定 沈月的故事 大部分都是对的 比如 的确有一个班长 曾经对沈梅视为光 因为他们同性 沈梅把她视为最好的朋友 最后 她却把沈梅推入了深渊 沈梅最后伤心欲绝 打电话给她 想问个究竟 可是 沈月却把她约上了天台 把她推了下去 事后 沈月拿着保颜名额 劝说凶手们三间其口 十年后 她摇身一变 成了知名企业家 那个班长 是沈月 她痛心疾首地说的那些 关于许诺班长的罪行 其实是她自己的罪行 沈月像是豆败的母鸡 瘫坐在凳子上 她抓着头发 痛苦不堪 不 我不信 我轻轻拍了拍手掌 原本的场景忽然散去 我们再次回到了 那个放满了休眠舱的大棚 沈月的瞳孔猛然收缩 适应了一下四周强烈的光线 她终于发现了自己的处境 她躺在休眠舱里 她猛然做起身来 看到了无数工作人员 看到了逐渐清醒过来的老同学们 没有人死 可是 这彼死 还让人害怕 哈哈 她忽然笑了起来 精准地捕捉到了我的身影 真羡慕沈梅 有你这样一个男朋友 一旁休眠舱的李梦梦忽然哭了起来 那我是谁 我是谁啊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她早已经不是 从前在教室里 指点江山的样子 从休眠舱里出来的她 满脸皱纹 头发花白 身材矮小 这分明是一个老人 不是任何一个同学 我咧嘴 罪行越大的人 越是活得久 所以 她是谁呢 我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 李梦梦 你真的忘了 你十年前的学生沈梅了吗 是的 学生 沈梅是她的学生 她是那个该死的辅导员啊 带头气凌学生 事后风口 真绝啊 如今这副模样 不过是十年来沈梅都会入梦 她被身心折磨 精神错乱 快速仓老了 我看向自己右边的空处 笑了笑 做得不错哦 我无声地夸奖 在众人看不见的网络世界里 无数观众对着直播的屏幕痛哭起来 沈梅做错了什么呀 她长得漂亮 为人善良 成绩优异 看见小流浪猫 流浪狗都要去喂 他们为什么要欺负她 他们都欺负别人 就欺负沈梅 我觉得她本身也有问题吧 去你的 楼上 死剑盘侠 你这是什么受害者有罪论 按掉你的意思 你走在路上被狗咬了一口 一定是你太丑了 我们真的不能保护好盛开的玫瑰吗 要让恶人把它折断吗 且让他们死 当怒情绪激动 在这场直播秀里 他们不仅看到了真实的恶 也看到了沈梅遭遇过的一切 如同电影一般 播放着沈梅和这些老同学的交集 我公开了他们的罪行 对着全世界 你问我用了什么手段 哈哈 我看一下自己的右手边 当然是高科技呀 世界各个角落里 每个人的手机屏幕上 忽然都出现了一朵黑色玫瑰 星红的大字闪闪发光 宁愿意为审霉至死做出审判吗 如果你认为谁有罪 请把玫瑰花投给谁 您的每一朵玫瑰花 都对审判十分重要 谢谢 一瞬间 无数手指翻飞 一个个有罪的审判如同雪花 在网络世界里堆起了高楼大厦 相关部门找到了我 认为我使用暴力手段 胁迫20名公民参与奇怪的活动 认为我使用科技手段 侵犯了用户隐私 我上交了我的科研成果 直播休眠仓 为科技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高层来跟我对接 给了我丰厚的报酬 也给我吃了定心丸 对于审霉小姐的遭遇 我们深感痛心 不知道背后隐藏了这么多的事情 这次我们一定彻查 感谢许先生的配合 感谢您为科技进步添砖加瓦 我们有个问题想咨询 之前江磊在休眠仓中 突然破开了设定 想起班长是女生这件事 是属于休眠仓的bag吗 我们是否需要修复 我垂下睫毛 轻声回绝 不用了 那是我故意留的漏洞 曾经 我站在最高点看着他们 操控着他们的生死 看他们像小丑一样谈目罪行 我恶心坏了 我想快点结束 看看他们的结局 因为我的主动上交 也因为全世界诸多网友求情 我这次行为是出有因 情有可原 未伤及人命 免除了我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 沈梅的案子 也终于被翻出来 重新审理 不再是一句 她是自杀的 她从来都不是自杀的 他们被判刑的那天 我抱着一束黑色玫瑰花 来到了沈梅的墓前 她的笑容停滞在墓碑上 无比耀眼 第一 群消息响起 那个群里 只剩下两个人 还有那个黑色玫瑰的头像 我朝右手边看了看 温柔地笑了起来 下雨了 我放下玫瑰花 把雨伞往右边亲了亲 开心了吗 我在群里打自问 嗯 他们会最有应得吧 黑色玫瑰头像回 没关系 如 如果你不喜欢审判结果 那我们就亲自去一趟监狱 打完这行字 我谋的闪过杀鸡 细细 好 黑色玫瑰头像 回了一个可爱的表情 一如曾经的她